嗨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就是要跟你们一起开箱 这个后面一大堆的包裹 都很像垃圾堆这样子 就有在我的instastory post 这个post 所以很多人就有来私信我 问我到底买了什么买了 这样多很像搬家 其实搬家是一般对啦 因为我现在是在 看个背景应该知道 我是在西马了 是在我的宿舍 我已经回去我的hometown8个月了 然后现在终于回来 很多用品需要 所以我就网购了很多 还有在这8个月当中 有时候我想要买的东西 可是它寄到东马很贵 所以我就直接把它寄来西马 我的这间家 所以我买的东西是 没有什么主题的啦 就是什么东西都有 所以你们喜欢看开箱的话 就继续看下去 我也很喜欢开箱 因为觉得人家在藏礼物 所以我们就随便抽一个来 这个它是用innisfree的盒子 但是它其实是reuse 因为那是from the eco-shop 就买了一个collectible cup 哇 这样大个啊 它是这样子的 你可以开起来 这样子蛮高的啦 然后它有附送一个 silicon straw 这个很像那个 Doremon的紫金银这样子 是modify成就是防漏啊 因为它是这样子塞进去的 然后这个straw的话 你就可以 插进去 然后它这个size是可以喝boba的 所以去喝珍珠奶茶的时候就可以用 下一个就是这个 这个是他们在earth day 有一个sustainable project 都推出了这些product 然后就去support他们一下就买了这个 然后最后一个东西就是 我买了一个shop 这是我们的新品来的 就是一个可以冲凉的肥皂啦 这个是最近收到啦 但是我之前有买过多一次 因为我赢到他们的gift away voucher 所以我要找一下是哪一箱 应该是这个吧 然后里面有多一个 我这么有两个是因为我其实打算送人 然后现在又fmco 我也不能见到我的朋友 然后我还有买了这个bamboo toothbrush 我其实是有electronic toothbrush 我下单的时候我是在savage 我就没有想到我有买了electronic toothbrush 所以这个也是可以拿来送人 它是有三个 因为他买三个就是有一set的价钱 所以 然后这个是reducible cotton bud 它是这样子的 然后你拿出来 就是这样子咯 这个是一个cotton bud来的 它有两个啦 一个是远头的一个是很像 很像corn这样子的 然后这个ouch 然后这个是collectible的container 因为我发现很常 我在学校啊 然后我突然想要打包东西 然后我又没有带到container 我之前有买过一个bit&bit 这个container我就很喜欢 只是它就是这样子的size哦 就不能够这样子很容易的放进包包 就有时候我带tot bag去学校的时候 它就没有办法bit in这样多东西嘛 我没有带到 我就要打包的时候不能打包 然后如果有啊这个我就可以每次去哪里我都带着 所以我要买东西之后就可以用这个 然后还有两个reducible standiary pad的 这个是bending liner的size 我已经有normal size了 就是大个的 下一个来开这个 哦 如果你是有长时间关注我instagram的人 你们就知道我有失眠的问题 所以我就买了这个泡脚的 哇 那个药材味很重 味道是什么藏红花是吗 是这样子啊 它就是一包一包给你泡脚的哦 我开了给你们看 哇 这个味道很重 不错啦 味道 就这样子 一包一包 然后你就丢进那个泡脚盆里面 然后就能够泡脚 比较方便哦 因为像古代人去扎掉柴 然后包了 然后才倒进去正脚 所以现在就是有这种方便的东西 然后因为要臭鲁肥哦 就买了多一个 这个是红糖姜茶 我是一个不吃姜的人 我不挑食的唯一挑食的食物就是姜 但是这个我看到comment讲 它的姜的味道不会很辣 不会很重 它就是这样子 然后它的罐子有歪一点 它在那边已经有生命姜 因为这个罐子它就是很容易一装到就歪掉 所以我是ok啦 真是 真要开 它是不是歪掉开不到了 我真的开不到了这种 它就是一包一包的红糖 看我真的开不到 下一个 这个应该是我买的那个泡脚的桶 这个就是那种collectible桶 因为我不要它太占我家里的位置 所以我就买这种 它也不是泡脚桶啦 我就随便买一个桶 等用就好了 然后我顺便买了一个布 就这样子 然后这个是很油的 你看它的头是loss gold的 就不是像其他的是silver的 我买了很多baking的东西 我就baking的时候就可以用这个 喷一下那个train 然后这个是 黏在那种墙壁的角落 放置那个水去弄到那个墙壁 因为我的厨房那边 那个水劲在那边 我们就没有去处理 所以它整个已经塌下去了 所以我就买这个把它粘着 就这样 这样 怎样开的 哇 就剩这样子喽 还这样伸 然后 我的脚放了进去了 我的脚太大了 这样子可以啦 这样子可以 但是如果这样子的话 我就放入碗 为什么我的脚这样大 这样子就把它塞回去了 然后这里也是可以掉色 所以 可以省位置 这个是我买的ditch washer 这个ditch washer它是可以洗菜的 然后对皮肤好的啦 我是在阿鱼直播买的 它就是直播有一个特价 还有买这个 还有买这个 它是洗衣脚吗 它就是一个这个 一个review 然后这个 一个review 一个正装 然后就两个ditch washer 总共是一百块 我不是这样买的话 就会更贵 我这样买好像省了 二十多块 在女生的思想里面 省钱就是赚钱 所以看到offer就买 但是这些是需要的啦 我需要洗衣服嘛 我也是需要洗碟的嘛 这个洗胶囊就是这样子的 很可爱是不是 它的味道我觉得像我的 Johnson baby那个 牺牲提水的味道 觉得很像 我看给你们看一下之前 这个叫Keyo的 它里面就是这样子 它的主打功能是可以杀菌 然后这个dpex 它就是这样一颗一颗罢了 这是普通的西医酱啊 这个也是很香 这个是花香味 这个的话它味道很淡 也是 也是花的味道 这个East Clean呢 它是6-8kg用一颗 8kg以上用两颗 然后它总共有25颗 这个dpex呢它就是30颗 4-5kg用一个capsu 6-8kg用两颗 9kg以上用三颗 然后这个Keyo的是 20个capsu 4-5kg用一个 6-8kg用两颗 9kg以上用三颗 用了过后我在我的vlog 跟你们分享啦 然后这个 9kg 这个也是在阿里直播买 它就是安慕西 这个真的是超级客价 所以它首先是你买这个是16块多 它里面是有4种各种口味 这个是 Crench & Pineapple Flavor Lellow Peach & Odd Slowberry Dream Slowberry 有附送一个袋子 它是钱多少个下单的会附送这个袋子 然后我就很敬意的拿到了 然后你买了这个过后 你就可以purchase with purchase 买到这一箱 这样子下单它总共是30多 这一箱是有12个的 16罐30多块 它原价是40多的 但是它check out的时候又扣了10块钱 然后本来你只要买上60块 它才全喜马棉油 可是那时候直播的时候 常常就讲如果超过到人数 就全部喜马棉油 所以我就看到全部喜马棉油 我就决定下单 然后买这样多也不是自己喝啦 然后他就打算给我金宝的朋友 就看到谁就给谁了 就只是有时候 听学来吵架送礼物 我送礼物也不是一个等到人家什么人才送的 我是想送就送 然后它里面也是有一个25块的voucher 但是我应该不会去回购 然后这个 这个是Shopee吗 Lazana 哪里 这个Lazana的东西 我讲我去年买的那种backing的东西 因为我家里有一个小烤箱 这个就是做muffin的 因为小烤箱真的很难找 很难找到这样小个的 我就只有在这间看到 这里有凹进去了一点 然后这个就是 no reusable的backing sheet 它就可以自己剪 然后我就把它剪到fit我的烤箱这样子 然后你每次用了去洗 又可以了 多少inch啊 7 7个inch的 就是一个普通的 然后也在这个store买了这个 它是一set有5个的这样子的match bag 就是如果你去买菜啊 只要你去Tesco你要买香蕉 然后每次你不是要搅进一个plastic的 你就用这个把你的香蕉放进去 然后你把那个sticker粘在这里 进去让他们开这个大箱 这个是刚才我有讲嘛 就是我们洗碗的时候 那个水会记在那个洗碗盆旁边 因为我就没有一个proper的 放碗碟的东西 就去Shopee买了一个 就是住在这里两年过后才单元买 那个厨房已经被水破坏了才敢买 就给这个可以放湯匙的 然后底下也是有洞洞的啦 就可以浴水 然后这个就是它的底部 这个就是那个 我买的是铁的啦 这样铁人家是20 30块以下啦 就这样子了 就觉得蛮不臭 这样子 然后这个可以放在这里 然后这里你可以挂 我看到是放杯啦 把那个杯放在这里这样子 然后就可以晾干 这个就可以放在我的洗手盆旁边 因为我洗手盆旁边的位置很秘密的 所以 我是有两道刚刚好是 fit 得到的啦 还有这个是 这个是 from mary k 我是有进mary k的member 所以我的skin care全部就用mary k啦 我就是restore我的 护肤品 moisturizing renewing gel mask 然后这个是 intense moisturizing cream 然后这两个是我restore的 tinser 然后这个就是 那个洗脸仪的那个头 就是要去换的啦 然后最后两个呢 是我最期待的 因为是衣服 我就在instagram上面购买了二手衣 这一个是 我follow到的一位网友卖的 我是看到他有卖一个鞋子 我主要就是要这个鞋子 因为他讲他是35号的脚 可是他买到这个太大太厚 可以塞一个手指下去 就刚37 38号的脚 然后我的脚是38号 所以希望他干我啦 就是这样子的咯 原价是70块 然后他就便宜让出他30块 然后我要买这样的鞋整脚 它就一点点高 这种就我不会跌倒啦 因为我每次走路走不完 所以我不能够穿那种 一个细细的跟着高跟鞋 我会跌死的 来看一下干不干我的脚 好像有点窄 真的窄 所以我应该要让出了 是不是很美 所以 如果你们对这些鞋子有兴趣 欢迎来批养我 对了长太高的女生真的是 天线是麻烦的 哪一个头又不配我的脚 脚太大 哦他有送我free gift 谢谢你 然后这两个是银子 这个就是一个很simple的白色T恤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上衣 这里是有锁紧的 然后这个是泡泡袖 相信这个鞋子 很好看 为什么他穿太小 我穿太大 然后最后一个 我最期待的 看 这是来自Sonia Select的 是一位我很喜欢的YouTuber 可循环的时尚 他就是有在Avocate On这个买二手物品的 然后他就是一个西装外套爱好者 所以他就有在卖二手的西装外套 那时候是抢购的 我们抢购的方式就是第一个留言 然后我竟然抢到两件 第一件我抢到的是这一件 我本来最想要的是这一件 然后为什么我又拿到了呢 因为我本来先抢这一件 然后我又抢这一件跟多一件 然后这一件我就是第一个留言 所以我就 我先付款这一件 过后客服就来私信我 讲 这一件第一个留言的就没有要买 所以你要嘛 我自己付款 不要买这样子颜色的西装外套很久 我一直要找二手的找不到 因为我不想买新的 所以今天的开箱就开到这里 我这里真的是我被一大堆紫荷包围 所以我就要去收拾这间的残局 谢谢你们的收看 我是拉曼大学学生 我在金宝分校读书 所以我会在这里进入我的生活 拍一些Vlog 然后有时候我回Hometown 就是Saba 我也是会拍一些的Vlog 所以想要看这类content的朋友呢 可以订阅我 所以谢谢你们 拜拜 positions 位置 位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